我现在就是要去领取一个我期待了很久在淘宝买的一个键盘 要是你有看我最近的视频你就记得 你XX的视频你就会知道 我其实对键盘是挺有兴趣的 这个大概是一年多前开始的 新闻NICOLE打字的速度是非常快 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一年纪的人 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要打字 所以我觉得打字打得快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技能 所以我就在去年大概同一样时间的时候 就开始了去练习打字 虽然速度现在还是挺慢 但始终是有一些可以留意到的进度 但其中一个我自己留意到的问题 就是特别是我在一天打这么多字的时候 手指的关节会觉得有点痛 这就让我去开始去研究有什么键盘 其实可以帮我减少我天天打字带来的很多的劳损 然后这就是我去年买了一个新的分体式的键盘的原因 分体式的键盘的好处就是我打字的时候 两只手都不用放得那么近 因为平时我们用典型的键盘的时候 我们往往都要给自己的双手放得很近 中间的距离其实是比我们人体最舒服的那个距离要短很多 而最适合的距离其实是跟我们的肩膀的那个矿度 要那么矿才会最舒服 但因为这个肩膀很大 所以如果我是用比如说backspace的时候 我的手也是要伸到很远的距离才可以按到 这就让我去发现一种叫做人体式的键盘 它的概念就是你的手平时用这个键盘的时候摆放的姿势 一定要跟你本来在一个放松的情况下的那个姿势要一模一样 这样才会避免你用键盘的时候 要给自己的上肢放在一个不自然的姿势 但用我这么垃圾的普通话来描述这个键盘有什么好处 其实是没可能的 要不我现在给这个键盘领取了 然后回家再跟你们介绍 好的 这个就是刚刚拿回来的 拿回来的箱子永远都是那么乱 数据线 数据线 What the 别吓我吧 我这次特意去买这个已经安装好的 现在就是不想再体验上次要搞几天的那个经验 Oh my god 要自己去安装 哦 不是不是 已经安装好了 吓死我 看起来不是很科技吗 哇 没了吗 我应该还是有一些键帽的 OK 好极力 行 赢 这个应该不是普通话的字 哇 肩帽给安装上了 然后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试过的不同的键盘 我在外面的时候说我第一个买的键盘 就是这个黑色的 应该是德国做的分体键盘 分体的意思 其实这个也不是分体 因为它还是一块的一个键盘不是分开的 但它分体的意思就是我们平时打字的时候我们的手要向内转 才可以用到我们的键盘 所以这个键盘的好处就是它给你的键盘的两边分开 就让我打字的时候会不用去掰我的手腕 如果我是长期长期给我的手腕这样掰着去打字的话可能会老选我的这个关节 这就让我在淘宝找到这个分体的键盘 但这个还不是最人体式的模式 因为我们现在用最常见的这个键盘的布置 我们看到这些键他们的白裂不是一条直线的 但如果你看一下自己的手指活动的这个幅度 其实也是应该往前或者往后 不应该是往左一点或者右一点 所以这个也不是最理想的布置 所以我才想试一试这个键盘的模式 因为这个我们看到他们的白裂就是会有一行行还有一列列的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行不是一个很整齐的一个行呢 你的手指虽然可以往上往下走 但是我们每个手指的长度也是不同的 所以那就会更适合我不同手指指的长度去让我打得更舒服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feature就是这些用拇指可以按的键 我们平时打字拇指只会用在我们的space bar 但是我听别人说我自己其实没有研究 但是我们的拇指其实是我们手最强最多肌肉的一个手指 所以我们平时打字只是用它来按space bar 其实是非常浪费它的潜力 所以这个新的键盘的好处 就是我可以更多的去使用我的拇指去按这些键 去减少我用另外四个手指的时间 所以希望我平时打字的时候完全都不用去动我的手 而可以直接直接放在一个地方 只靠我的手指的行动去控制它 虽然这个就是所有人用习惯用的键盘的布置 但是因为我们这一代的人 到我们七十八十岁的时候也会继续用键盘 所以这么多时间放在打字上长远来说 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机会去弄上我们的手的关节还有肌肉 那我就是想趁我还是年轻的时候 学好一个最适合最有效率最安全的打字的方法 我觉得大家听到我说的理由的时候 都会觉得有点荒谬 荒谬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字 就是这样吧 我试一试这个键盘 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值得的 欢迎大家给我留个言 我这个视频里说错的语法还有用错的字是哪一些 年轻人的 respirator 一些碼越联系 我们 series了 这个键盘 第两个放 NASA 像我们目前第一个人 这里啰到